請繼續來關心這個議題是 阿里山公路是要發行到油浪車的冰車輸垢 造成15人來受傷 關於中央官和市長文明會 中島真央的便宜探視環稿 中央官也好叫入行車 派遣到開阿里山公路的手機 必須要了解地形路線 也要提遣 不能一路來打洞 因為這容易造成到車洞來失靈 在到馬來西亞和新加坡UK的中型巴士 最好在阿里山公路返航 不正現場是油浪車、車洞失靈 造成15人受傷 其中兩人相性較重 中島包括市長文明會 管理中央官的政王便宜探視環稿 並代表地警為問金 中央官強調 檢查官的告知會寒 現場是車洞失靈 也好叫入行車派遣到阿里山公路 離遣到必須要有相當的經驗 檢察官目前到現刊的結果 他認為是煞車失靈 但是失靈的原因很可能是這樣子 尤其是下山的時候 沒有經驗的司機常常喜歡踩煞車 你踩久了就會容易煞車失靈 這個常常就是造成像今天這樣 意外產生的一個原因 所以我在這邊提醒我們的旅行社 派到阿里山上山的遊覽車的司機 一定要特別特別有開山區經驗的司機 警方指出最少14名 UK和1名道友當中 9人送到嘉義七天主獎 省馬里頂便宜 另外6人送到嘉義基督教便宜治療 其中4人傷勢比較長 但都沒有生命危險 理事故發生 現場不如台湾民眾 停車加力超級的行列 最少的感謝是真感謝 台湾人的愛心 正義新聞口雅宏嘉義館七 蔡宏報道